哇哇哇哇哇 小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表 就是这一些啦 而且千多块就买到哦 你相信吗 当然是讲笑啦 骗你的啦 颜色就有款 就当然不是什么Rolec TP啦 那影片开始之前先感谢一下 马来西亚 基隆坡Mid Valley这一边哦 新的这一间表店哦 TenTen啊 借小刚拍摄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来看一下哦 非常多的这个品牌哦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loris Timely GTC4的小刚 那有跟小刚啊 这个频道影片的更新啦 一定看过最近分享过的这一款 这个 西铁城CityZen的这一款 皮卡丘 也就是黄色表盘的那一款啊 那没印象的朋友没有关系 小刚会把这个链接哦 放在这个影片的上方 或是放在这个留言区这边找一找哦 那喜欢的朋友可以按回之前的影片 看你 如果你有在留意市场上 入门机械表哦 但是是出名的大热门款哦 也就是人家一看你的表啊 就知道你是稍微会玩表 也懂表的这个玩家了 而且还是要大哥老牌高性价比 那一定不能错过今天这个影片哦 那这一次小刚一次过把这个之前呃 绿盘啊黄盘啊 前一只只刚出过的和目前最新添加的这个新成员的这个颜色啊 也就是今天看到这个全新的这个渐变烟熏的这一种呃 冰湖蓝和这个带点天空微微浅蓝的这个这两款颜色也就是这个微微浅蓝了也就是目前非常受欢迎 民间啊硬硬要叫他为这个 heaveney啊 好 tiffany blue啊 这个颜色的表盘啊 那 呃 呃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 现在这个呃 PP啦 或是这个 Rolek啦 所谓的 对吗 因为已经把这个彩色表盘啊 呃 带了起来哦 这个这个风潮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哎 这个彩色的表盘真的是越看就越好看了 这个系列火爆的原因真的很简单哦 一体式钢链的研制 加上检阅彩色的表盘哦 表盘的刻度 index 设计啊 非常的干净利落 完全不会有多余的设计哦 整体就是要带出颜色表盘的这个特色这个特点 那这种表盘设计啊 绝对是属于耐看型啊 真的是有那种 呃 劳力士啊 那种 deges 那种日制型的那种耐看 干净 简阅哦 这一点我真的个人非常喜欢啊 非常适合作为一款通勤的这个日用表哦 那整体规格还是一样哦 40mm 非常完美的这个尺寸 上手真的是非常容易驾驭 而且不大不小的这个40mm 绝对是属于这种 呃 百大的一个尺寸哦 那东标的一看就知道他这个钢链啊 就很有这种哦 老大哥啦 那个 deges 总统表那种味道哦 中间这一节是做这个镜面的跑光 那两侧是做了这个拉斯的处理哦 而且每一节不会做的很阔很大那种 所以他那个是 呃 你贴在手上啊 是非常的 呃 柔软 和贴 这个非常的贴那个手腕的哦 那上手呢 也显得 呃 有那种气派哦 但是又不是这个 一体式链带的那种高级感啊 那小钢 呃 把玩这个原装搭配的这个表链哦 到他这个表扣做工的质量啊 到他所有的细节啊 这一种切口啊 和这个连接的这个钢片啊 其实整体带给我的这个手感都是非常的优质哦 完全不会给人有那种廉价的感觉哦 虽然他的价位是千多马币哦 那来到机型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做了透备的哦 这点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哦 而且他用了这个哎 这是历史非常久的 也就是一颗非常成熟的这个啊 细铁城自家的这个机型啊 就是八二系列的这个机型啊 那这个机型就是出了名 非常成熟 耐操耐用啊 所以这边大家也不必担心啊 这颗机型耐不耐用哦 那有一点小钢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这个机型哦 你看到是整个是 哎 金黄色这样子哦 是带有一点复古的味道的哦 这点我个人是还挺喜欢的哦 那还是那一句 这款表啊 真的是可以说是啊 结合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 在对的时间推出哦 瞬间就给他火爆起来哦 那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 因为他真的做的太简单 简单到太好看了 那讲完这个影片啊 搞到我小钢自己都好像有点中毒了